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 电影《拥抱大白熊》的这一篇 那我们要先看那个第十九章的延伸思考 那那个大概有几个问题可以让学生去 就是让大家去看这个问题 那问题第一个就是说 请同学们来分享你原来看不顺眼的人 或是讨厌的人事物 就是那你本来不喜欢的 可是后来感觉没有那么讨厌 甚至你们变成很麻吉或是你很喜欢 那就要说一下那个中间的转折 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出这个题目的原因就是说 希望大家对某些事不要抱先入为主的观念 那有时候可以试着去接触 然后也许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那一个层面 那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 你最常清楚心事的对象是谁 那因为《拥抱大白熊》这一篇 这个电影里面 其实刚好都有扣到这两个题目 那他们刚开始他们是看对方很不舒服 就是那个表弟跟表姐 那个表弟名字我待会把它找出来 我一下忘记了 然后那个表姐叫一芬 对不对 他们一刚开始是很不对盘的 可是后来他们是好像这次都没有太多朋友 没朋友 然后所以最后他们变成那个互相清土心事的对象 所以我也想让同学也从这个电影里面去看 延伸出来去想我们自己 就是你最常清土心事的对象是谁 写出你们曾经共同经历过的难忘的故事 那这个其实是可以让大家一起再重新整理一下你生命经验里面 也许对你曾经有一些重要影响的 或是到现在他都还很有影响力的这样子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延伸思考 那第三个延伸思考就是 其实大家也可以稍微想一下你对这个电影的感想 那因为有时候就是没有问的话这样就过去了 那我们来想这三个问题 好 那这个延伸问题我们先讲的原因就是 让同学赶快在课堂上就可以开始写自己的想法 这是这个我们的动机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张的头影片 可以了吗 我可以开始讲 好 第一张的头影片 好 这是学生 这是学生 我有跟他讲我要什么这样 那时候他们帮我做了一下头影片 这一张 他应该找一个比较大只的 因为这一只好像是小熊 但是刚好有呼应到 因为我们那个 你们有记得上次那个动画里面 他有头跟尾吗 那其实他里面有大白熊 他也有小白熊 对 那刚好他 他那个一个熊妈妈嘛 然后跟两只熊 你们还记得那只熊叫什么名字 雪什么呢 应该都差不多忘了 好 待会我们会谈到一个是叫雪豆花嘛 一个叫雪豆腐 那我先把我的资料拿出来 我们来看第一张的头影片 它是一个 它就是我们这个单元的封面 那我们来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听过这个导演 他叫王小弟 今年他又推了一个电影叫酷马 因为国片我觉得同学好像接触了不见那么多 或是说 其实很多同学 有时候你们会习惯去看一些那种 比如说好莱坞主流片 或是说那种那种那种 就是比较娱乐性质的这样 其实很多国片都 这几年都拍得很不错 那可是因为他的宣传 因为他们金费没那么多 他没办法砸很多钱这样 要不然其实很多电影都很好看这样 那反正如果有机会 他陆陆续续上什么片子 我会跟你们讲这样 那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 好 那这一部 我选的这一部是 应该是2005年的片子 待会我再来说一下 不是2005 待会有那个时间会出来 那这是片子的名字 好 导演的名字 好 那接下来我来稍微讲一下 我为什么要选这个 这个片子 因为我们这个阅读书写 我们希望跟那个生命史是 结合在一起 就是生命历程 那我觉得这个社 这个社会里面 那个其实单亲家庭还蛮多的 我不知道同学在看 因为其实上礼拜 你们比较委屈 就是他放的时候 那个声音 非常非常小声 因为一个 我觉得看电影 那个声音如果要结合起来 因为它会有一种氛围的感染 就是他后面其实是有背景音乐的 然后什么时候 他用什么音乐 其实他会让你更感动 不过我当时在看的时候 虽然声音那么小 我还是又蛮感动 因为我看了好多次了 所以每一次我其实还是会陪着学生看 然后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部其实 我想那个王小弟 大家比较可能有听过 就是那个魔法阿嬷的那一部 它是动画 然后我记得还是文英阿姨 配音的这样子 然后可是其他国片 你们可能就不见得接触很多 可是其他也有拍电视剧 像有一部你们可能就听过 是那个玻璃士大人 前一两年才在电视上面演的 蓝正龙不是有演吗 对啊 就是有时候这个演 就是电视剧 如果他可以打出名号的话 其实那某种程度对这个 你对这个人 你对这个导演有一点印象 你就会去注意到他周边可能的作品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那时候 其实我也是无意中去看到这部电影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这部电影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 其实那个故事看起来很平常 就是它没有太那种 天下父母心的那种情景 里面没有一个人是那种 看起来是很坏的那一种 然后而且那一个 里面就是一个 一对离婚父母 然后还有那个小孩 这是一个家庭 很有钱的家庭 另外一个就是 比较没有钱的家庭 表姐的这个家庭 然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题材是可能 在你我身边就有可能出现的 对那我觉得 我们来看这样的片片 电影 你就不会觉得它跟你的 那个距离是很远 然后也可以去留意一下 那个问题 其实这个单亲的状况也不见得只有离婚 因为可能是那个 可能是上偶 或是那个分居 或是隔代教养 比如说父母可能没有在旁边的 那个小孩可能都会有那种 得到照顾是比较少的那个状态 那我想我选这一篇 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就是每个人其实他都有爱跟被爱的需求 那家庭成员里面也是一样 就是家庭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小社会 就是你去建立你人际关系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地方 可是我们那个在现代社会里面 血缘上看起来是一家人 可是你会因为各种理由 我们通常都以为一家人应该最亲近 可是不见得 是因为各种原因吗 你们来想一下 我刚刚不是又举我自己的例子吗 就是你生活可能会跟家人讲 可是你那种很内在的东西可能是不见得会说 我觉得这也跟成长过程里面 父母没有 就是父母还有我们自己都没有那个习惯 跟彼此建立那种很亲密的那个互动 因为他们都很忙 对那这一个家庭里面 他们就是因为各种理由 那个爸爸就说他做生意很忙 然后他妈妈是空姐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没有空理他这样子 所以他的距离 就大家的那种 虽然他很想要跟爸爸跟妈妈都很亲密 可是他们的心的距离是很远的 那这部电影里面我刚刚就说了 他很寻常 他没有那个太多什么爆破的情节 然后或是那种很惊悚的情节 好像那种你左邻右舍就会遇到的事情 那可是探讨了就是什么呢 因为那个电影的名称叫《拥抱大白熊》 其实那他有一个异象就是 你知道那个有一些人不是喜欢抱娃娃吗 其实他那个后面有一个象征 就是他渴望一种安全感 渴望一种肢体的接触这样子 那那个在这个电影里面 这两个小孩 怡芬跟这个叫什么名字 我突然忘记 赵大军 就是那个小朋友 他们其实都是那种 就是亲情很匮乏的小 他们都渴望被拥抱 渴望被了解这样子 其实看起来好像只有 就是在故事 在电影里面好像是那些小孩是这样 其实我们这个是人类的那个基本需求 你渴望被爱 渴望被了解 那有的人很幸运 他得到很多 那有 我觉得 像我一个人住 平常的时候我觉得安排不错 可是如果当你生病 或是你那个心情比较沮丧的时候 其实你也很渴望一个拥抱 对 所以那种寂寞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还蛮能够理解的 那透过这个电影 如果我们 我们呢 学生 我们可以从里面可能学习 到一些什么呢 就观察你跟你家人之间的问题 或是 也不一定要只讲家人 就是你跟你旁边很亲近的人 有时候你们可能感情很好 可是有时候你们又有一点冲突 那那个问题是什么 那还有你最想被别人了解的部分是什么 这个是我在选这一个电影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觉得很好看 就是因为你跟这 你没有遇到一样的事 可是你某一些东西 你跟他是有共鸣的 对 那我觉得在这部里面有一些东西还 我还蛮有共鸣的这样 嗯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张头影片 这一张就是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个 这一个导演 他看起来很中性 对不对 他是女生 他是女生 因为现在你不能直接看外表 就判定这个人是男男女的这样子 对 那他是1953年的时候出生的 他是我们台湾很有名的电影跟电视剧 他其实才华还蛮多 他不是只有导演 他还有编剧这样 那他是一个 讲到王生你们可能都没听过 可是我们这个年代就很有名 他爸爸是很有名的将军 那他是将军的女儿这样子 然后他最擅长的那个导的戏或是说他编剧的部分 他最擅长写的小人物内心情绪的描写 那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就是曾经在那个台北艺术大学 还有文化大学教那个电影课程 那他也拍纪录片 那他是在那个文化大学戏剧系毕业之后 他就去美国留学了 他主修的就是剧场的硕士 那后来呢 他也有在美国工作过一段时间 就是去旧金山大学 这个也是更多的学习 他1979年的时候回到台湾工作 那时候大概27、8岁的时候 一刚开始是先帮忙那个电视的部分 当一些助理的工作 那后来就是自己就有一些想法 那就是拍电影一直工作到现在 到目前为止他都还是有作品的 我在写这个 我在做这个教案的时候 他应该暑假的时候 他还在他那个库马还在拍摄中这样 可是那个我做完没多久 他就上映了这样 好 这是第三张的投影片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张的投影片 就是王小弟他的电影的作品 看一下有哪一些 好 大概有这些你们可以看一下 那其实前面的话 那个热带宇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导演 另外一个导演叫陈玉勋 玉就是那个宝玉的玉 勋就是那个 很像动作的动的那个勋 你们应该知道那个勋吗 陈玉勋指导的 那他就是 他就是写编剧的 或是帮忙的这一个这样子 那他自己指导的第一部电影 是在1995年的时候叫飞天 其实这部我也没看过 可能不是那么的广为人知 那到97年的时候 大家比较熟悉 就是魔法阿嬷 好 那我刚刚讲那个 是2004年 这部电影叫拥抱大白熊 他其实本来就要谈的 就是一个儿童的问题 这样子 这是这个部分 那2010年就是那个库马 库马里面的 然后后来前一阵子 已经上映了 好 有兴趣其实都可以 我想DVD应该已经 差不多要出来了 因为那个电影之前 已经上映了 好 那你们可以 这当电影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五章 就是这几年 他大概有电视剧 你们可能就比较容易知道 这样 电视在家就可以切来切去 大概有几部是他拍的 那个 因为这好几部 我都有看过 那个公共电视 他有拍那个大医院小医师 其实后来有常常在重播 其实他那个很固定的班底 就是那个周又廷 然后蓝正龙 就是有一群 有一群人 可是他们有时候 可能收入不牵得 只能靠这么 因为那个 这个收视率 或是说拍这种 比较那种 不是通俗的 也许那个没办法 有太多钱 这样子 所以他们通常 那些人他们会去接别的戏 可是这样才可以去支撑他生活 那他才有机会再去拍那种 就是理想需要现实来支撑 所以郑农前一阵子不是拍了 那一部叫什么呢 就是下一站幸福的下一部叫什么 突然忘记了 就是跟随堂拍的那一部 不是忠无厌是那个明道跟明道演的 而且是不是 再前一档 还有白星会 有没有 PS 我爱你是不是 好 他就演一个很痞的男生 还蛮有趣的 其实那个 因为我从2000年蓝正龙 才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他有演这一出 他们就是在讲实习 是那个故事 是侯文勇的 文学作品改编的 那时候他们的演技都很青涩 然后后来就有 我觉得这几年都有进步了 然后2003年 就是另外一部叫复宴 他是在讲那个 有点像环保议题的 在讲那个山林里面的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 这是45度C天空下 应该是那个林佑威严的 对不对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看 然后那你们可能比较知道的 因为公共电视 会看公共电视的人没多到那么多 而且公共电视以前那种连续剧 因为他们都没有广告 然后那个质感都很好的 可是现在公共电视 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经费 所以他们只能拍那种 比较急速比较短的 就是迷你剧这样子 那在三立还有台式的这一台 这个是偶像剧嘛 所以你们应该比较知道 就是玻璃式大人 那还有另外一部就是 我在肯丁天气情 就是张军令他们演的 然后彭于燕这样 我没有看内容 但是因为我看影剧版 所以我大概知道 所以这几部里面 我只看过第一部跟第二部 好 那你们来看 第六章的投影片 就是什么叫玻璃式大人 他谈的就是警察 所以我觉得差不多那一两年 警察的预题也蛮多的 还有一部就是 你们也比较知道 就是痞子英雄 那个里面也有警察的 这一部其实我们就是 找一个人家在抗议 然后警察在维持秩序的 那样的一个相片 让大家看一下 好 接下来第七章 第七章的投影片 那我们来看一下剧情大纲 因为我想上个礼拜看完 隔了一个礼拜 我不晓得同学还记得多少 那我们借由电影大纲的部分 来把大家的回忆 再把它叫出来 好 那其实他里面没有讲得非常 就是他没有演他们夫妻离婚的 那件事 他的故事一开头 他们 你妈妈看到他爸说 那个妈 你妈妈等一下就要来了 所以他们就是有一个 约定好的探视的时间 因为他那个赵大军跟他爸爸住 那他妈妈就是什么时候来 来看他一下这样子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他并没有讲得很清楚 可是他是用那个演的方式 让你慢慢去把那个轮廓拼凑出来 那大概剧情大纲 我把他做两张投影片 第一个部分是讲赵大军的这一个部分 就是赵大军他的爸妈离婚了 那他的妈妈是空中小姐 而且他妈妈真的就是很漂亮 那个演员他演了 他是在台北艺术大学当老师 那个演员他演了很多很不错的电影 那他只能在偶尔飞行的空档来看他 那他爸爸工作很忙 而且他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周又廷 你们应该有看到那个人 他常常就是那种讲很夸张 然后一下穿着戏装出现 然后一下在那边讨论那个通告的事情 其实他就是一个大明星 但那个角色就是一个电视明星 然后他爸爸 就是他爸爸离婚之后的女朋友 所以他有时候不是会带这个阿姨来他们家吗 所以呢你看一下他妈妈很忙 他爸爸也很忙 所以呢最后只有他们就找那个胖 那个表姐一芬 那个很胖的表姐一芬 就是来照顾他 可能赴他终点费 你们知道这部戏的男女主角 就是那个赵大军跟那个一芬 然后那个一芬 他有得到那一年的金马奖 金马奖的这家新人奖 我记得他大学的时候是读东海 已经毕业了 那那个一芬的妈妈就是 就是赵大军他妈妈的姐姐啦 对所以他们不是都要叫他阿姨吗 对 然后一芬的妈妈因为他们家小孩非常多 所以他妈妈就是会想很多赚钱的 的那个方式 你看他妈妈在干嘛 包水饺 然后又带小孩 就是帮别人带小孩 所以他就是要赚很外快 所以那那个可是他们家就是那个 好像食指好凡 有没有 就经济上不是很好 所以一芬的妈妈他很高兴女儿可以住到妹妹家 一方面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一方面还可以赚零用钱 一方面我还可以不用看这女儿随时耍脾气 这样子就是有人帮我照顾了 就在互相照顾 就是我不用再特别照顾这个小孩了 这是第一个剧情大纲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有关于 有关于一芬跟那个赵大军之间的状况 这是在第八章的头影片 那个 其实一芬你们看 他跟那个赵大军的年龄是有差距的 大概至少差了六岁吧 赵大军好像是国小五六年级 对不对 然后那个一芬好像是高中生的样子 好 所以呢 我觉得这年龄有落差 而且他们的性别又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青春期的一芬 他跟读小学大军 他们一刚开始是互相嫌恶的这样子 就是很讨厌对方 你们有没有看那个 一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俩常常在那边互骂 你来我家干嘛 他说我干嘛 我干嘛想来你家 还不是因为他们打电话 叫我来 好像别人 好像别人的事情都不是事情 我好像随时要stand by 我跟同学约好 不能去 他就这样讲得很委屈 这就是为什么很讨厌对方 因为那个 就一芬的角度来看 可是就赵大军的角度 就觉得你这个 因为他表姐很凶 这只会一直管他 所以他们就互相很讨厌 而且我觉得他们中间还有那个 你们刚刚讲那个 扁扁事件 然后的冲突 那还有互相 就是互相在那边扭打 那我记得他表姐 还把他表弟咬了一口 那他痛着在地上打滚 可是后来在那个朝夕相处里面 他就慢慢建立了情感了 那那个赵大军 他的爸妈就是 就是觉得那个小孩 我们没办法应付他 怎么每天都有状况 这样子 所以呢 后来 因为他那个 一下就是带那个很不认识的朋友回家 那一下 那个老师又说他功课不好 以后会很麻烦 所以后来他们就决定要送他出国念书 那可是赵大军他就不想离开 离开家 他就 他就发简讯 就说假装自己在绑架 就叫他妈妈 无论如何 一定要跟他联络 这样 可是他妈妈那时候 刚好在试婚上 因为他妈妈要再婚 其实那个前面 因为放的时候 同学没有全部进来 他的妈妈的男朋友 好像是机长 就是他们 所以他们都是用英文讲的 这样子 应该是外国人 外国人的 外国籍的 这样 然后呢 那他妈忙着试婚礼 其实婚礼礼服 其实他有看到简讯 可是他马上都没反应 这样 继续试 因为他觉得他在开玩笑 然后那个大军就没有得到回应 他就独自在街上流浪 那后来大家才发现他不见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的父母发现他不见 好像不是很担心他安危 而是担心那个假都请了 该怎么办 计票都买了 该怎么办 你们要不要注意看到那一段 就是他们在一个点 好像跟我们一般常人想象的点 好像不太一样 然后后来 只有一分想到 哇 那个他们以前 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一些事情 那他就想到 也许那个大军是在他 他以前跟他的朋友 不是很想要买一只大白熊 那他们曾经常常在那边 看着那一个大白熊 他就想 也许他会在那边 那后来找到大军的时候 他就在里面睡觉 那你就看到那个 一分 他就开始一直很哽咽 这样一直哭 那我觉得从那个画面 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表姐 看起来 看起来非常情绪化 然后胖嘟嘟的表姐 原来他是有这么纤细 然后这么舍不得 这个小朋友的 这个部分 因为那个他们相处 到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觉得他产生了一种 这算姐弟的感情 甚至有一点点 扮演他的妈妈的角色 因为他又煮东西给他吃 又帮他看功课 对一般的姐姐 大概不会做这件事 妈妈会做 然后又帮他说 这个小孩 以后那个老师 我去帮他开母节会 有没有 就是这些事情 让他 其实某种程度 他已经扮演了 妈妈应该做的那个角色 这是 这是第八章的投影片 好 那下一章 第九章 其实这一章子 我们放上去 给大家欣赏一下 空姐 空姐 因为他妈妈是空姐 其实空姐 我觉得 虽然大家都在讲说 那个 那边很有机会 掉到金龟序或什么 那个是有时候 我们想象 不见得 其实那个工作是很辛苦 因为我 我因为喜欢旅行的关系 我还蛮常坐飞机的 然后我就想象 我觉得空姐 真的很辛苦 所以像我们去那个 伦敦坐了 十四个半个小时的飞机 然后他们都没有在睡觉 我们都在睡觉 然后他们可能 三四个小时 就要送东西来给你吃 那你吃一吃 他又要收东西 然后呢 那可是他在送东西 来给你吃之前 他要在那个厨房那边 把东西加热 然后还要把它弄 然后呢 等一下吃完东西之后 他还要问你 你要不要 喝咖啡 喝茶 然后这样讲完之后 他又要在那个 推着那个 机上贩卖的商品 有没有 但又要问你 你要不要买什么东西 对 就是他们工作 真的是很辛苦的 顶多有时候看到 他们稍微坐下来 坐在那个椅子上而已 对 就是我觉得那个 应该蛮辛苦的啦 尤其是他们又要 有一些人啊 因为那个飞机上 有时候有酒嘛 像我都会点酒来喝 那以后这人喝一喝 他就 他就喝醉 他可能就吐 吐了 他就要清理 那有的人就是又 那个酒后乱性 他可能就伸出 他的闲珠手 那你又要稍微看一下 怎么应付 因为你现在没办法 马上把他送到警察局 对不对 那你就要想怎么应付 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很辛苦的 一个工作 这是这一个 而且你看这种服务业啊 就是明明你心情 也不见得很好的时候 你还要那个笑脸隐忍 不是很容易的工作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 在第十章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做一个 比较深度的分析 如果赵大军 他生命里面的挫折 我们先把那个 这个我大概标了九个点 我们把它稍微念一下 第一个父母离异 而且他们各自忙于工作 或是他们各自的感情 然后第二个赵大军 他没朋友 第三个 他跟他妈妈缺乏 足够相处的时间 对不对 第四个 他很讨厌他妈妈新交的 他爸爸新交的女朋友 等一下我都会稍微说一下 那后面是 基于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然后第五个 他跟他的表姐互看不顺眼 第六个 他的功课不好 有没有 然后那个课堂上 老师就会说 那个这样 那个你来造句 这个这么简单 你一定可以 可是他就说不出来 所以说不出来 我觉得他不是不聪明 是因为他有心事 就是他没有把心思放在这个地方 你看他哪会是一个不聪明的小孩 对 可是有时候就刚好 你对这个功课没兴趣 或是不想花时间在这边 可是那个 那个他常常就被别的同学嘲笑 或是被老师处罚 然后第七个 就是在那个没有心理准备的状态下 就被他的爸爸告知说 我要把你送去美国 而且他爸妈没有要跟他去 你可以想象吗 如果你国小的时候就要叫你去 如果你是台中人 叫你去台南读书 你都觉得快哭死了 现在还要去另外一个国家 而且只要叫你住技术学校 周末才有可能有亲戚 对就是等于说 你大概国中的时候 你就要一个人了 一个人跟一群 你不认识的人生活这样 这真的我觉得很可怕 我光想象就觉得 对 连我们这种大人都不见得能做好了 然后第八个 第八个 他还是从别人的嘴巴里面 听到他妈妈要结婚了 而且别人有时候讲话 没有注意到小朋友心里 他说你妈要结婚 他很快就会生自己的小孩 他到时候就不要你了 你看你们还记不记得 那个赵大军天下 哇好火炸这样子 而且很生气 然后第九个呢 就是说他传简讯 是假的啦 他希望那个妈妈来注意他 但是他妈妈都没有放在心上 这是这一个部分 那我们就这几个点来分析 就那内容的部分来分析 因为赵大军他就是小学生嘛 那他爸妈离婚之后 他就跟爸爸救 他妈妈有空的时候才来看他 因为那个空姐他不是 他们那个飞行的时间 他没有办法很规律 所以他的等 你知道等如果说每个礼拜六来一次 他是可以预期的 可是那个他的等就是 我如果这一次妈妈说要来看我 如果这一次我们没有好好的相处 下一次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因为他妈妈的飞行的状况 是没有规律性的 好那所以 可是你看他们家其实是有钱人 那个赵大军他家 他们的物质是 是物质的享受 其实看起来是很不错的 可是他爸爸妈妈就是每天都在工作 然后也都交了男女朋友 你们就光想象一下嘛 你没有小孩的时候 你要工作又要交男女朋友 你本来就已经没太多时间了 对所以就等于没有人管他这样 好没有太多时间被父母陪伴这样 然后而且他没有朋友 因为其实那个电影他拍的方式 他用小段小段的方式 比如说第一个那个 第一段就是讲谁是家长 那第二段就讲朋友嘛 对不对 然后他没有交心的朋友 所以他常常都一个人去打发时间这样 那因为过度寂寞 所以他去公园滑滑板的时候 他就把那群人 其实他也不认识 他就把他们带回家 然后那些人看起来年纪比他大一点 看起来像国中生这样 那他们就在他家看那个 仰眼的照片 还有网路 还要打那种 0204那种电话 你什么照碑啊 你几岁啊 然后你看那些男生 其实他们还是有点害羞的 对 好 所以其实就像这种他也觉得已经是朋友了 你看就是没朋友到这种地步 这样 其实他有一个朋友啦 就是算同学啦 比较好就是那个陈凡 那个小女生 我们等一下再讲那个小女生 好 那因为他的妈妈常常飞来飞去 其实那个时差 或是那个疲累啊 其实他妈妈 即使他有来 他也没有花 也就是说那个相处的品质是不好的 对 你有没有看到他本来很期待他妈来 然后他就 他就把他 他觉得他的那个表姐煮的东西 他全部倒掉 他就很 很用心的去调了一杯 煮了一杯很好喝的咖啡 然后放在那个桌子上 然后他 他就想象那个画面 就是他妈妈来喝的时候 就说 哇 这么好的咖啡到底是谁煮的呀 然后呢 我要来找你了 我的小宝贝 然后就开始 他那个很朦胧的画面 就是他想象中 他跟他妈妈相处会这么的愉快 可是后来 后来其实他发现 他妈妈都在那边睡觉 他本来是躲在那个衣橱里面 想要让他妈妈来捉迷藏 抓到他 可是其实是没有的这样 而且啊 而且就是除了补棉之外 他妈妈就是通常就会 比如说你们讲好要陪一个晚上 可是他可能一两个小时或多久 他就走了 也都没有跟这个小孩讲 那所以其实他还蛮难过的这样 好 就是而且有时候 他妈妈就是提早走或是爽约 然后那个赵大军 其实他是一个很需要母爱的 小朋友 他常常都因为这样很挫折 然后他就会偷偷的哭 可是他如果说有其他大人在 他就要赶快擦眼泪擦一擦这样 就是他也很怕别人嘲笑他啦 有时候这是一种小男性的自尊 这样子 对 好 然后呢 然后父亲 父亲就后来就请那个 一芬来多照顾他一点 这样 因为他觉得小孩一个人这样 也不太安全 这样 好 然后但是两个人就互相看不顺眼 看不顺眼那原因 我刚刚已经说了 就是觉得互相 你又不是我想要的 他要的是我妈妈照顾我 然后一芬就觉得我来照顾你 我已经很委屈了 好不好 要不是为了要赚钱 对啊 我干嘛搞得这么委屈 这样 然后就互相谩骂嘛 互相攻击还打架这样 然后呢 那他的爸爸因为他爸已经交女朋友嘛 他曾经有几次是很想要这个 女朋友来拉近跟这小孩距离 因为也许有一天他妈会再婚嘛 可是对于那个小孩来说 他是会有敌意 因为他小朋友 这人小他也知道了 这个以后你们有可能结婚 等一下你如果真的跟我爸结婚 那那个我妈就回不来了 所以他是很有敌意的这样子 对不对 嗯 他很害怕那个阿姨会取代他妈妈 所以他每次跟他讲话都不太有礼貌 像他不是问他说 海底总统员好不好看 不会自己去看哦 那个那个演什么 那个我记得结局不是这样 你不知道你不要乱讲好不好 对啊 就是讲话你会觉得他很没大没小的 那在学校的时候 他就是常常那个被处罚啦 然后后来那个父亲 父亲就是经有表姐的口中 他知道说 那个大学的学习方式好像跟不上学校要求 所以他就想说那送他去美国读书好了 美国的那个教育方式可能跟台湾不太一样 这样子 然后可是他都没有事先跟这小孩商量 那个小孩就没有心理准备嘛 所以他就觉得很难过这样子 就觉得是不是大家都不要我了 然后他就想说那爸爸这边不要我来问妈妈要不要我这样 那他就跟妈妈联络 但是那个妈妈也没有理他这样子 对所以到最后他会变成一种心情就觉得爸爸妈妈都不要我了 对那他为了吸引妈妈的注意 其实因为他跟爸爸住在一起 所以他并没有觉得爸爸的爱他有 就是有必要那个很争取这样 那因为妈妈是久久拍一次嘛 所以他就是想要引起妈妈注意 他才发那个简讯这样 所以但是都没有回应啦 那后来找不到的时候才紧张嘛 紧张的时候是一分想起来的这样子 然后你们记不记得那个画面 就当他一看到妈妈的时候 他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都不跟我联络 应该无论如何都要跟我联络 那他妈妈才跟他稍微抱歉一下 可是看起来好像没有想要改变那个后面的决定 那至于第一后面的部分 我们下礼拜再花一点点时间讲 那我想 好接下来我们来谈那个 在这在拥抱 第十一章的投影片 在拥抱大白熊的这一 这个故事里面其实那个女主角就是表姐一分嘛 胖胖的那个表姐 我也我有跟你们讲说 他他其实这个角色设定 他后面是有他一些原因 因为他剧情上面的需要啦 好所以那个表姐的压力 我大概把它分成五个点 我们先把这五个点念一遍 你们就是仔细听啦 念完之后我们再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把它归纳成这五个点 那第一个就是家人都不在意他的感觉 你们还记得那个剧情吗 家人不在意他的感觉 只在乎他能不能帮忙夹记 那第二个呢 他要照顾表弟又要牺牲他玩乐的时间 因为他其实也是一个那种 高中生一类的这样子 就是一个也是青春少女就对了 好那第三个呢 他的表弟又跟一般的表弟不太一样 就非常的皮啊 然后呢 常常就会捅很多娄子 就是他不是一个很好照顾的小孩 然后第四个 第四个因为他没有去讲 可是我觉得他有在暗示一个东西 因为他那个他就常常狂吃狂喝 然后他没有花很多时间去 因为他很多时间都变成要去照顾别人 然后可能就是要做 帮妈妈做很多事嘛 所以他那个人际关系的部分 他没有很多时间去发展 这样 所以他唯一的小 他的唯一的好朋友是江小鱼 所以第四个部分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那个问题就是 他跟他唯一的好朋友江小鱼 决裂了这样 然后第五个是身材的问题 身材问题 那个那就这几个来讲 我们刚刚其实前面 我们上礼拜有讲到那个赵大君 他是因为他没有物质上面的匮乏 可是他很想得到爸爸跟妈妈的爱 可是都没有 然后好像你会觉得他爸妈看起来 嘴巴上面都很都说很在意他 可是好像都要给我给别人带这样子 然后甚至那种爸爸妈妈交男女朋友 都没有去顾虑那个小孩的一些感觉 其实不是说离婚的人 不可以再交男女朋友 只是你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那个小孩的感觉 也是变成要去注意 像他妈妈已经要跟别人结婚 当然还是透过表姐的嘴巴才知道的 然后那个 那爸爸有时候很忙 就是那我叫阿姨来照顾你 可是他没有想到那个 他对阿姨是很有敌意的 因为这个搞不好哪一天就来取代他妈妈 所以他还蛮不喜欢 很不喜欢的表现 就是他不会直接说我讨厌那个阿姨 但是他会表现出很多那种不合作的态度 对不对 好这是这几个部分 那我们就来看那个 如果是表姐的部分 他的压力跟挫折呢 因为他们家家境不太好 所以他不是有 他有哥哥又有弟弟 弟弟还两个 看起来有点像双胞胎或年女 还蛮相近的 好所以因为好像还有 还有其他小孩这样子 然后他们家就是经济压力还蛮大的 所以他 他妈妈又要做很多部分来赚钱 比如说要包手工水饺 然后又要带 就是帮别人带小孩 就是开辟裁员就对了 那他就要帮他妈妈送水饺 或干嘛 而且他妈妈有很严重的那个重男轻女 你妈妈看到 就是像他哥哥说他考试 就是叫他 就是闹钟就变成他了 然后房间也变成他的个子 所以他常常都觉得 我总是被决定的 因为他妈妈就是 比如说某一天不是把他的衣服全部都整理了 然后放到箱子里面吗 然后回来他就说 以后你就住那个 住那个宜藏他家 就是觉得奇怪 平常你本来跟我讲说 有时候去照顾 现在偶尔去他家 然后现在变成好像我没有家可以回来了 所以对他 而言他会觉得奇怪都没有人注意我的感觉 然后弟弟们呢 随便拿他的东西 他一发火而已 弟弟就骂他小杂母 或是讲说干嘛 怎样不要理他 就是这种人这样子 也就是说 那个一般伦理里面 那个弟弟对他也都很不尊重 然后那他妈妈就是那种 他妈的考量都是一个比较现实跟经济上面的考量 他一听到 如果照顾那个表弟又有钱可以赚 你看住人家家 我又可以少买一个人的菜钱多好 共吃共住 他就觉得我家里的空间 因为他们家人真的很多 所以他在现实的考量的部分 就是我又不用给你太多零用钱 而且叫他赚的钱 都要拿回来给他们存 然后呢 好 家里又可以多出一个空间 多出一个房间这样 所以他一刚开始是非常非常高兴的 他妈妈 然后那一分可是他是觉得很不甘愿 很不甘愿 可是最后就是觉得妈妈没有给他支持 他就只好那种很不甘愿的接受 就是这个部分 那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 一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大君的父亲只有在那种 没有办法自己照顾的时候 就是请他来 有点像那个算公识的 公读生那种感觉 可是后来他有试的时间就越来越多 所以那个电影一刚开头的时候 他们不是去那个才艺班吗 就是学钢琴课嘛 要有家长来 所以他们就到处再联络到谁是家长 真正的家长都没有办法参加 去参加的 去参加的是那个谁 一芬的阿嬷这样子 他们家不是有一个有点像老年痴呆的那一种 或是重拼的那一种 最后他也去 然后那个他爸爸的女朋友也去 然后最后一芬也有去 也就是说去了很多人 但没有一个人是他真正的家长 这样 那因为你那个 一直 而且最后啊 就是晚上如果临时有事干嘛 他们都要把他临时扣过去 而且随叫都要随到 那这个对于那个一芬来说 他其实是一个爱玩的青少年嘛 他就觉得我的时间都被占用 所以他会有 常常很委屈 很委屈的时候 他就没有好脸色 因为他也不是一个 EQ很好的小朋友这样 那我觉得EQ不好 是因为他有好多地方 他都觉得他很受委屈 都没有被尊重到这样 那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去谈说 其实大君其实他为什么会那么顽皮 我觉得前面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很想要爸爸妈妈亲自陪伴他 可是那个表姐看起来都没耐心 好有一个人在旁边陪 可是每天都都在那种摆臭脸 你可以想象那种感觉吗 那你那么爱摆臭脸 我宁可我一个人在家看电视 玩变形金刚也没关系 对不对 好然后啊 而且常常那个表姐就想说 其实表姐啦 他被爸爸妈妈赋予那种照顾他的任务 所以他就会管很大就对了 那小孩子就觉得奇怪 我爸妈管我 我还没话说 你到底是哪针匆啊 你凭什么管我这样子 所以他们两个就会在那边吵架 就会一直恶作剧 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他 他有时候就跳到那个表姐的身上 或是那种啊 边边的时候啊 就 那个是没办法控制啊 因为他拉肚子 可是他也没办法整理 然后又不跟表姐讲 然后让表姐回到房间啊 突然发现那个大便到处都是 这样子 对 所以 对 从表姐的角度 他也觉得很委屈 奇怪 我怎么跟一个 我领人家钱 那种气你也没办法气到非常的急 因为那是人家家的小孩 我又要靠这个当存名用钱这样 所以他们两个关系就很雪上加霜 那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个 赵大军他很想要 我如果很皮的话 我就把你赶走 因为把你赶走的话 爸爸妈妈他找不到人 他只好就要亲自照顾嘛 对他而言 他想的是这样 可是你知道吗 没想到他爸说 那个没有的话 没有人照顾我 不然我叫你阿姨来好了 所以他就觉得 更吓到是因为 如果比起阿姨 那不如还是这个表姐好了 因为那个阿姨他最讨厌了 那讨厌原因 我刚刚已经说了嘛 那还有第四个部分 就是有关于友情的部分了 那个怡芬他只有一个朋友嘛 他就那个江小鱼 他出现的时间没有很长 那他们就常常去 去橱窗里面看那个 大白熊那个玩偶嘛 因为他们很想要有这个东西 一个人买不起 已经讲好两个人要合买了 对不对 好 可是就是大家都在存钱存钱存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江小鱼打电话来跟他讲 那个我没有要买了 因为我想要跟学长去哪里玩 就是去绿岛 我记得好像是去绿岛玩这样子 然后他说你们去玩就好了 你我们认识那么久了 我们存那么久了 你跟那个学长才认识几天 你就说你要 你要跟他一起玩 那个对 所以一分来说他觉得他被那种被背叛了被抛弃了 就是你好像见色旺游这样 这种感觉后我们男人就比较重要 我们的友情 对不对 好 而且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那如果说你这一半的钱你理不出的话 那我不是又要再存更久了 离我拿到大白熊的时间又更久 对不对 所以他就会觉得你这个很没有心用这样 所以两个人就决裂了嘛 其实他的友谊决裂也让他跟赵大军中间刚好连起了一个友谊的桥梁 因为赵大军想起 想起表姐本来要走了 然后要换阿姨 他突然觉得那还是表姐留下来 所以刚好有那个 他跟江小鱼那个翻脸的那个过程 所以赵大军不是很有义气的那个接了电话就把那个江小鱼骂一个人 你什么朋友吗你 然后他还他还把他存的钱都要拿出来 就是要就是要资助他这样 所以这部分他们的友情其实是在一个慢慢建立的过程 好 那还有第四 第五个部分 就是一分另外一个压力 他都一直受不下来 那你们来看一下他平常的生活 除了照顾那些小孩 然后负责送水饺之外 你有没有发现啊 其实他跟其他女生一样啊 那个我觉得应该大多数的女生都这样嘛 就是希望有一个好身材 对不对 好 可是呢 可是他只要一心情不好啊 或是他手上有一点钱 他就开始吃 他有几个特写镜头嘛 像他吃东西 就是拿着那个冰淇淋 然后就边走边吃 然后呢 或是那个谁啊 跟赵大军吵了一架 然后他就去夜市吃嘛 他不是吃那个吃那个好像是臭臭锅一类的 就是那个臭臭锅的豆腐一类的 然后啊吃完了又又又吃别的 然后又吃刹冰 就是一直吃一直吃 那你知道我觉得 其实很多人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啊 会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输压 那对这个一分来说 他用的输压方式就是吃东西 那吃就越吃越胖啊 那因为那个他妈妈曾经 曾经有一个情节 就是他妈妈拿着那种幼栽卷 有没有 因为他妈妈也会担心 他该哪嫁不出去 或是说怎么样 这个在家 对家庭来说又是一个负担嘛 因为女孩又要养个小孩养多久 这样子 对不对 他曾经带他去健身中心 尝试要减肥 对不对 那我记得有一个情节 就是他在回家 照着做摇呼拉圈 然后举一下雅铃这样 对不对 那放音乐很吵嘛 所以那个赵大军就是躲到那个 躲到晒衣服的那个洗衣服的那个地方 然后被反锁 他们都不知道这件事 对所以你们知道一下 就是他常常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他 因为他比较胖嘛 然后我记得有一段就是 赵大军不是带一些 他也不太认识的人到家里来吗 然后那三个 那三个青少年就是嘲笑他 什么 什么叫丁乃 你们还记得那个情节吗 他们就 F乃乃 F乃乃还是丁乃 你还记得这个 对 什么叫F乃乃 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 那叫多大这样 所以他们就讲说 差不多就是香那么大 然后之后不是那个 一分就是摆凑林给他们看吗 他们又来找那个赵大军的时候 他就不让他们进去 那他走出去之前 其中有一个就去伸手去抓那个 他的胸部 其实就是一种抱负 但你们不用担心了 因为他拍那个镜头他有剪接过 所以那只手是女生的 对 没有啦 才领人家多少钱呢 这会干嘛牺牲那么多 对不对 就是这个部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的投影片 谁的同学看不到 好 第十二章的投影片 我要讨论的 你们就用听的啦 我要讨论的就是那个赵大军 他跟一分为什么会变成朋友的原因 好 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害怕 被他讨厌的阿姨照顾嘛 那我刚刚已经说啦 其实那个女朋友还没出现之前 他最讨厌的就是一分 就一直捉弄他 一直要赶走他 然后讲话都没大没小 因为他本来以为这样 他爸爸就会亲自照顾他嘛 没想到他爸爸 托女朋友帮忙这样 那那个大军就害怕阿姨会取代妈妈 比起来他就觉得 好吧 与其选择主要敌人 不如选择次要敌人 所以他宁可选择那种啊 表姐 起码表姐不会变成他妈妈嘛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将小于失信的这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那个江小于他决定不要跟一分一起买大白熊 这样那一分就哭得很惨嘛 那个以前赵大军只看到他表姐很凶悍的那一面 就是那种一直一直一直管他 然后一直叫他要写作业 一直骂他的那个 那赵大军这次就被他那个表姐那种啊 楚楚可怜 就是很哀伤的感觉 他就吓到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画面就是 他就是这样贴着墙 然后就慢慢移动过去 因为他以前不会做那一种看起来有点 他想说如果我又不乖 等一下又让我表姐更难过 或是他会不会突然火山爆发这样 所以他其实搞不清楚 而且他还拿了那个卫生纸给他擦 其实在那个部分喔 对那种年纪的小男生来说 其实这是一种很体贴的动作 因为一般的那个年纪又那么痞的小男生 其实是应该不会想到那一个部分的这样 不过他竟然做了这个动作 然后而且还帮他骂姜小鱼 有没有 然后最后还有把自己存的钱想帮表姐 就是资助一下这样 那这几 其实这几个动作后面 他们表面上都不会去说谢谢 或是表现出很感动 可是那个内心的感觉已经出来了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过那种经验 就是我们好像不太容易把那个很感性的感觉说出来 比如说家人或是你的好朋友 因为我那个在阵子都有在脸书上面 那我家的那个学生都是我们自己系上学生 我就发现那种 他们以前都很熟的那一群 他们讲话都会独来独去的 比如说那个 有一个学生他就说我今天 因为他已经去去年研究所了 可是他们在Facebook上面 其实都很容易就可以联系到 然后有一个就写着他的近况 我等一下要去会议室吃便当 然后等一下就要去开会了 意思就是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读另外一个学校 他以前的师长的同学就说 哇吃便当 吃便当就是你的强项 对好棒 你就只要讲话就一个 然后或是有一个人贴了一张新的照片 他说哇几个月不见你已经胖成这样子了 什么招肩该叫厉害 可是其实表面上 如果你跟他们不是很熟的话 表面上你看那些文字 看起来都好像很毒舍 可是那个是他们很友谊 友谊很深厚的一种表现方式 可是他们很少去讲说 哎呀你今天心情不好啊 哎呀我希望你会更好啊 去讲那种很感谢话 他们通常都很少讲 对啊 好 这是这个部分 然后第三个呢 第三个他们俩为什么会成为朋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快要再婚了 而且他的父亲也决定要把大军送出国读书的这件事情 还记得这件事吗 因为那个大军他就是没有心理准备 那没有心理准备 他爸爸就是泡一个 应该是阿华田或是什么热牛奶一类给他喝的时候啊 坐下来 哎我们那个有空 我们去美国好不好 他本来以为他只是要去玩 还很高兴 什么时候去 然后最后才被告知说 只有你 就是你一个人要留在那边 哇对他来说 其实这个没有心理准备这样 那他心理就非常的无助啊 他又不想让他爸妈那个 他当孩子也都说他不要不要不要 可是那个看起来好像没办法改变那个决定 因为他爸妈都会说是为了你的成绩好 为了你的未来着想 如何又如何这样子 所以他好像那个很真实的感觉 只能讲给他的表姐听 因为他们前面已经慢慢可以去讲一些心理的话 所以他就感觉到很无助的时候啊 那个表姐就变成他唯一的依靠 因为我发现他跟表姐有一个同质性 好像他们都没有什么朋友 没有其他的朋友 所以这你有没有发现朋友好重要 就是你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有一些些那种 他没办法帮你解决什么 但是他可以听你多听你讲 所以他们俩就变成一个互相安慰的 那样的一个状况 那接下来第四个部分就是那个时间 时间累积他们两个人的信任感 然后也制造出了很多两个人一起相处的记忆嘛 你知道有像同学也是啊 当你大一的时候也许就是那种不是很熟 不是很熟你就不是很在意那个班上同学的状况 可是到大四的时候 比如说在那个谢思燕的时候放那一些 放那一些回忆的影片 因为我已经在就送走好几届的那毕业生 他们在那时候 看到那种从大一到大四一起玩过的那一些影像 他们都非常的 就是又唤起了好多那种一起共同的记忆这样子 好 那所以这里面 你看那个表姐 虽然她煮的东西大君也不爱吃 可是久了之后 其实她没有人陪她 她好像扮演成一个那种姐姐甚至是妈妈的角色 对不对 而且到后来就住到他们家 所以她其实有一个朝夕相处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后面那个地方 就是她表姐比她爸爸更了解这个小朋友的学习状况 对不对 然后他们那个有 所以他们就慢慢可以变成那种可以讲话的朋友 这是第四个 然后第五个呢 第五个就是同并相连 对不对 那个大君他们其实有一些部分看起来很不一样 比如说那个大君家里很有钱 然后一芬家里很全 可是他们共同点就是 什么事情都是爸爸妈妈做决定就算了 他们都不会问小孩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就不会商量了 也就是说他们常常都是帮小孩做决定 比如说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那一芬的妈妈就决定你的闹钟要给哥哥用 然后决定你的房间要让出来给哥哥 然后决定你那个赚钱的工赌金应该要脚裤的 对不对 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规定他 可是那个 我觉得可以理解他妈妈那个感觉 就是那个做法 虽然我也不是那么 我不赞成 他那个 那个很强制性的行为 可是你知道吗 当家里小孩很多的时候 你很难那个一个一个去问 就好像那个国小老师 通常我觉得国小的老师要一个一个的 非常的有耐心 那真的是要很有修养 那比如说小孩生的多的时候 你一吵起来就烦死了 最后你就会用很情绪的方式去处理事情 就觉得我说了就算了 其他都不准再多说 对呀 因为他们家就是这种状况 然后那个 大军这边的话 就是他的爸爸妈妈都觉得 反正我觉得你们要出国才会好 其实长远来说 对他们的出发点 他们当然觉得是为小孩着想 不要让他去受这种 因为他功课不好 那那个如果在台湾受教育 他们会很担心他跟不上 可是他们并没有好好去 帮小孩做心理见识 而且好像小孩生了 就也不去做后续的照顾 所以他们也不想知道 那个小孩心里在想什么 所以不论是一分或是大军 他们心里都非常的寂寞 那你记不记得 那个一分就骂了一句 他说这些大人是怎样 做事情都不用问别人的 所以他们后来就是那种 因为同病相连 他就产生一些革命的情感 这是在第十二章的头影片里面 好 那接下来我想谈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的头影片 就是那个陈凡跟赵大军 这个对照组 陈凡赵大军跟父母关系的对照组 你们记得陈凡是谁吗 就是他的那个国小同学 一个女同学 同班同学 他们又在那个一起学钢琴 所以他们那个 就相处的时间比较密切 所以偶尔会聊 但是因为那个陈凡也是年纪很小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也解决什么问题 他们只是比较像同学 并没有非常深刻的那种互动 只是刚好有一次去他家 但是有一个 在这边我觉得他们有两个部分是可以对照的 第一个部分是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 那个陈凡是赵大军的同学吗 那个赵大军曾经有一次在马路上 马路上他就看到 陈凡他妈妈骑脚踏车 然后就在那个小女孩 小女孩就陈凡嘛 他就在他妈妈前面 他站在后面的火箭筒 然后在他妈妈耳朵旁边讲话 他就看到那一幅 那一幅那种母女关系非常和谐 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羡慕的 所以他不是把他 他想要私底下问他 所以把他的书 就是丢到另外一间 然后他就找不到书 只好去他家做功课 他就他就在问他 就是说你那个你们都在说什么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 我爸妈 我爸爸决定要辞掉工作 然后他开早餐店 然后陪我一起 就接送我上下学 他就说怎么可能 因为赵大军的父母会觉得 我们怎么可能辞职去 那个照顾你这样 所以对他而言 他觉得那个一定是开玩笑的吧 OK 那我们等一下再说 好 我们继续谈这个 投影片的第13章的这个部分 你们看那个亲子关系的比较 对他那个陈返跟他父母的关系 非常的亲密 然后你们记不记得 他就这样讲完 没几天 他爸爸妈妈就一起来接他下课 他说怎么可能 你爸怎么可能不再跑船了 可是 可是因为他们就是要给他 一个快乐的童年 所以就卖早餐 然后你看一下 所以那个很多父母都说 我们不可能为了你改变什么 可是他其实活生生 就看到一个例子 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 对那赵大军的父母 就是以工作忙碌为由 就打算送他出去 好像那一种 把他送出去 然后那个责任 就不是自己只要付钱就对 这样真的是不是很好 因为 因为小朋友的成长环境里面 不是只要满足他物质的需要就够 他是需要陪伴的 对不对 好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就是在发生那个 假绑架事件的那个时候 当下因为他们父母 并不知道是假的嘛 那也看一下 他们的反应是两极的 赵大军的父母在意的是 那个出国这件事 真麻烦 我们家都请了 因为他们可能第一次 是要这样把他带过去 然后机票是不是要 怎么办啊 就已经进那一天 要不要延这样子 所以他们打电话 都在问机票的事情 然后机票可不可以退啊 因为那个去美国 机票也不便宜嘛 然后可是你 他其实有 我不知道同学 我们要去注意到 那个比较细节 他们就把镜头照到 那个陈凡的父母的那一边 他们就问着女儿 因为他们在的场景 就是陈凡他们家的早餐店 所以他们就问他说 那个赵大军今天 看起来有没有一样啊 然后呢 然后他那个女儿就跟他说 有啊 今天白天他好像心情怪怪 老师问他造句 然后他都不回答 就是这一种 所以其实他父母问的是 比较像正常人 正常的人会问的问题 那个赵大军那父母 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很奇怪的对照 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下一张是在第14张这个地方 好 我们来看 他其实有好几次的那个画面 都带到赵大军的房间里面 有很多闹钟 很多时钟 不是闹钟 很多时钟 然后那个时钟的下面都 你看他挑的时间都不一样 下面有什么巴黎啊 洛杉矶啊 或是哪里 或是哪里 台湾时间 然后他如果看到 他可能会大约知道 他妈妈今天飞哪一条线 那他就去看那个时间 好吗 他就会说 妈妈早安 因为妈妈那边的时间 可能是八点 或是几点 这样 对 那你看一下那个 白满时钟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 有一次他跟他表姐 不是在讨论吗 我们刚才 假装绑架好了 然后要一大笔钱 我们就可以干嘛 要一大笔钱干嘛 表姐就说 我们可以吃很多好吃的东西 住我们的地方 然后到大军不是跟他讲说 如果很有钱 我才不要跟你了 其实他后面都没有家 那个其实就是很不学 所以他们其实感情还不错 有时候还是会在那边斗 我特别要跟你 我要跟我妈妈 我还买很多机票 然后就是陪他 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吵架嘛 对不对 因为那个表姐就说 你妈 你妈都不要你了 你妈要嫁别人了 所以他们就是 那一天就吵得厉害 说他才跑掉 所以这个 他的愿望就是 他想要跟着妈妈 所以那个房间里面 摆很多不同的时钟 按照不同的地区调整时间 他想要知道妈妈现在的作息 比如说妈妈现在应该是 可能在吃早餐吧 我想象中 那妈妈现在应该是 已经来到饭店 他准备要睡觉了吧 应该是这样 然后他就是 因为他没有真正 有办法跟妈妈 真的实质上在一起 所以他变成我用想象的 感觉到仿佛 我也参与了妈妈生活的 那一个作息的状态 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 可以 好 那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的投影片 你看 我们就找到一张 很多时钟放在一起的照片 然后这张照片 它是可以呼应 那个赵大军在房间里面 摆满时钟的意义 因为他就有不同的时间 其实有时候 你们去饭店也可以看得到 这是比较大的饭店 那个柜台那边 就会有不同时区的闹钟 这样 好 那接下来第十六章的投影片 就是在那一个电影里面 它其实是有 一个很重要的开头跟结尾 这让我们看的时候 那个声音的效果 没有那么好 但我想同学 如果你是准时进来 你应该有看到了 就是那动画的开头跟结尾 他其实就是一个熊妈妈 然后带着两只小熊 好 那一刚开头的时候 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 那个熊妈妈 是怎么去照顾雪豆花跟雪豆腐的 那两只小白熊的名字 这样 然后他们就看起来 过着非常快乐的那个生活 这样 可是照顾室最后的时候 他又放了一段动画 有没有 那他就谈了一段话 他就说熊妈妈 在小熊两岁的时候 他就会离开 然后呢 为下一次的生产做准备 也就是说 他不可能 那个一辈子一直陪着这个小孩 然后他就有讲到一句话 他就说雪豆花雪豆腐 必须独自面对许多严苛的考验 因为可能就是那种 更严寒的冬天 或是那种 找不到食物 或是怎么样 他说 他说温暖的拥抱 只能在记忆中追寻了 是不是蛮可以呼应 那个赵大军 因为他在他父母还没有离婚之前 他们感情还不错的时候 他感受过那个家庭的温暖 他其实我觉得后面有延伸一个东西 就是说他从大白熊的成长历程里面 那个大白熊代表的就是父母 然后雪豆花雪豆腐代表的就是孩子 那每个孩子 其实讲的当然是一个常态 当然也有那种小孩子 从出生就被人家抛弃 可是在这个电影里面 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其实想要谈一个儿童的议题 就是每一个小孩子 他小时候都需要从父母那边得到 得到爱跟安全感 有没有 那白熊的感觉 绒毛娃娃嘛 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温暖的东西 然后很稳重 因为他们就是有一个画面 真的抱着白熊 然后很快乐很满足的表情 那这里就是 他就说如果呢 如果父母在那段时间 他能够提供孩子足够的爱 或是教他足够那种密实的能力 或是生存的能力 其实那个即使未来要面对很多的挑战 他那个小熊 他其实是比较有能力去面对的 可是如果说你这中间 在他很需要的时候 你没有提供他足够的那个东西 他会很缺乏安全感 那会影响到他很多后面的生活这样子 那我自己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也很有感觉啦 就是那个生命的本质 你们想一下嘛 不论你小时候跟你的父母有多好 或是多么的不好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你是要独立的 然后所以在独立的过程里面 你其实会遭遇到很多困难 可是你也会有很多学到一些东西的快乐 这样子 如果那个快乐的记忆比较多 或是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那个好像看起来 你解决的过程还算顺利的时候 其实让你的勇气其实是会比较多 如果常常在那边人失败 又没有人支持你的时候 那个通常 通常你就会比较不容易 那个斗志一直延续下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说的这个第16章的投影片 那第17章的投影片呢 其实我选这一张呢 就是那个用各种颜色的油漆 我们来象征生命的色彩嘛 那其实当然小时候你的父母会在你的白纸上面 涂一些什么颜色 可是 可是后来长大之后那些很多颜色都是你可以自己再重新再涂过 这样子 这是这一个部分 好 然后下面一张投影片第18章 就是那个孩子在那边 哼 画土画得很快乐 无忧无虑的 的那样的一个画面 其实可以呼应 就是很加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很流行一个广告 就是最后他就说幻灭是成长的开始 那你们觉得是这样子吗 我不知道 其实你们差不多也已经有一些幻灭的经验 或是说很多东西跟小时候 小时候你会比较偏真 然后可能想一些东西比较单纯 然后等到你慢慢成长过程里面 很多现实会告诉你一些 其实有一些天真还是好的 但是也不要过度天真 就是你会去拿捏那个东西 慢慢去学到你的生存 或是生活之道 好 然后我还是把延伸思考 我们再看一遍 就是最后一张 19章的延伸思考 那第一个问题 我们上礼 我们上礼拜有讲过 但我还是在这边讲一下 就是分享一个你原来看不顺眼 或是讨厌的人事物 但是后来你觉得没有那么讨厌 甚至变得喜欢 那个中间会有什么样转变的原因 这是很有意思的 可以看的 那这呼应电影里面 就是那个疑分跟大军之间的关系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最常清楚 心事的对象是谁 写出一个你们共同经历的难忘故事 这个也呼应的电影里面 那个就是革命情感的那一个部分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再多思考 因为那个电影看完了 然后你也许我们没有讨论到的点 那你觉得你是有想法 你也可以在心里面想一下 你对这部电影 你有什么样不同的感想 因为每个人看到的会不一样 或是你延伸出来的思考会不一样 好 那拥抱大白熊 这个部分 我们就到这个地方结束 谢谢大家